在一起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付出了很多 但她好像看不见一样 总是揪着我的缺点不放 我只是想安稳一些 有什么错 这些都是她的借口 她根本就是打心眼里 看不起我 这么久以来 我感觉一直都在被她支配着 什么事情都是她说了算 在这段感情里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也极度地不拼到 而且她对未来毫无规划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处理这段感情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赵24岁来自北京学生 女嘉宾小松21岁来自北京学生 有请两位有请 怎么认识的 我俩是差不多 去年那会儿是因为骑摩托车认识的 然后那会儿就加了微信 聊了一段时间 然后聊了差不多 才十来天嘛也就 我估计都不到 她就跟我表白了 我说那个 咱俩在接触接触 我也不是说不喜欢你 我就是说觉得时间太短了 都不了解彼此吧 然后她就直接就不理我了 后来又过了一个多月 然后她又给我发微信 那会儿是去 她骑摩托车去自博玩 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又开始跟我分享 差不多又暧昧了一个多月吧 然后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两周 我俩就去了一趟青岛 捋了一趟游 我俩还是学摄影的 她当时背了四个镜头 一个相机 说要给我拍照 说要拍摆风景什么的 结果她从上了高铁那一刻 她就开始掏出她那个手机 看小说 没日没夜地看 看了一千多张四天 相机拿过去 也没给我拍照片 我一开始 她拒绝我 我就觉得就是我这个人吧 比较信奉那个一见钟情 因为我觉得俩人喜欢 就是喜欢 然后不会因为 我再跟你接触多久多久 我从不喜欢变成喜欢你 然后她也没有明确地拒绝我 也没有明确地接受 那我觉得那就这样呗 然后后来呢 是因为我跟我朋友 他们出去玩 然后去了自博嘛 然后路上我们就聊这个事 我朋友也跟我说 你们也算是有缘 因为在一个学校 然后呢家离得还挺近 还都有共同的亲戚爱哈 然后我说呢我就 要不跟她做个朋友 就是哪怕走不到一起嘛 然后后来呢 就又找她联系了 然后联系着联系着 可能发现 可能也有点误会 也 那不是你身边那个女同学 给你 就是跟她煽风点火的 说我吊着她 然后拿她手机 给我发那种短信 说咱俩不太合适啊 怎么着 还是当朋友吧 比较好啊 然后才因为这个 跟我就不搭理我了 但是当初主要是她 接受又不接受 拒绝又不拒绝 这个我就不知道 我说的就是在相处几天 我觉得时间太短了呀 我也没拒绝你啊 但是多久是长啊 十天长吗 十天就在一起吗 我觉得两个人 就情投意合 我觉得挺好这样的 挺好 所以我说 我就愿意听他们在台上 就让他们直接说最有意思 咱咱往后来聊吧 这个去了趟青岛 对 然后 说是陪你玩 结果自己看了四天小说 对 一千多招 那你这个怎么解释啊 因为当时她也没说不让看 然后我觉得 那你去干嘛去了呀 陪她开心啊 因为她玩 她开心吧 当时看她挺开心的 她能开心吗 她跟男朋友出去 男朋友不理她 在看小说 你觉得她能开心吗 小子 我陪着她那样一直 好好好 然后呢 拍照片我给她拍了几张 不是没拍 主要是我觉得景色不好看 然后就不拍了 她老那个想干嘛就干嘛 想一出事一出 就前段时间 正好也是周年约会 我提前就跟她说了 那一周年谁不出去吃个饭 看个电影什么的呀 我早上起来我就化化妆 我她化完了 我说咱俩过去吧 她说她想再睡俩小时 就不去了 当时是因为头天晚上 那个我工作加班也挺晚的 挺累的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我十点就起了就问她 结果呢最后拖到十二点 我真是 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你十点起的还早吗 可是我在加班啊 我很累啊 可是我提前都跟你说了呀 那一周年就那么一天 你早点起化一下不行吗 早点化一下 咱有更多时间干别的呀 干啥呀 我不就吃饭看个电影吗 昨天你一下拖到中午 这两个小时你就等不了了 这是你不是 你是属于半放我鸽子的呀 那然后你就全放我鸽子了呗 我半放你就白骨全放了呗 两个人都不高兴啊 那我觉得也没必要再去了 你跟女生谈恋爱 让你等两个小时不能等啊 你是谁呀 我说很累呀关键事当时 谁不累呀 你很累你谈什么恋爱呢你在这儿 你很累你回家睡觉不好吗 你自己人待着不好吗 男孩极其爱计较我发现从上场到现在 行咱说说你们的共同爱好摩托车吧 一开始我就骑摩托车一会认识也挺好啊 我俩也是一个专业的 我觉得挺巧的吧 啥专业 摄影吗 对学到牛市 然后后来他现在是大三不是要实习了吗 他天天出去玩 我俩宿舍离得特别近 然后就两三天不见面都是很经常的事 就我不找他他又不找我 我得跟他说了 我说我想见你了你回来吧 他才回来 我不跟他说他就不知道回来 有的时候我也回去 你回来那是找我来了吗 就是找你啊 然后他换车换得太频繁了 在一起一年平均两三个月换一辆 你换一辆车亏一万多块钱 我觉得都作为大学生 不然这个钱说实话有点支付不了 不是 那是我上学的时候兼职挣的钱啊 对吗 那咱俩在一块你花这么大的钱 你不应该商量一下吗 我跟你说了呀 你同意了呀 关键是 我不 因为我不同意 你们就每天都跟我说 你每天都要磨我 我不得不同意 说白了就是我同意了 你去买 我不高兴 但是我要不同意呢 你又不高兴 那我不能说跟你僵着吧 但是没有你同意 我也不会去买呀 罗还是你同意了 那不因为你天天说吗 回来了啊 俩小孩吵架 行 咱再说其他的 然后那个还是车的事 还是车你看 对 他就是 他把那个车借他朋友骑了 然后他朋友在那个路上 是应急车道被拍了六分 我当时是去 我是去削分的时候 我看见了有这么一条 我知道不是他骑的 所以我跟他说我说那个 你让你朋友去把这个花款给交了 他说 他说行 完了一会儿给我发一张截图过来 跟他朋友说那个削分的事 他这么说 他说那个我女朋友查聊天记录 发现这车是你骑的 你扣的分 那就你把这个分削了呗 我就觉得他是把这个责任 就往我头上推呢 你这么说有必要吗 我肯定得跟他说清楚啊 因为他那个扣分的时候 和那个我们要去削分的时候 已经过了半年了 然后我得告诉人家 就是为什么你去削这个分 因为那个我女朋友 那天去削分看见 然后发现有分之后 然后查了一下 是那天你在骑 我就跟人说清楚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那后来不就是因为这件事 在那个吃饭聚会的时候 他那朋友就阴仰我 说我是侦探 后来我跟他那个朋友 现在也是出去玩的话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那种 我觉得不至于 你就直接说百分 笑了不得了吗 还有吗 还有吗 我觉得他现在不太上进 就是也挺不重视 我俩之间的那个 对未来的规划关系吧 就是之前也是说好了 说那个过年 他也是发年终奖 来提着点东西 说来看看我爸妈 这么早啊 你俩现在在一起多久宝贝 一年 一年整了是吗 差不多 你一年了 你就想带他去见父母啊 行 咱就听听怎么见的 就我是先见过他父母了已经 因为我觉得 关系也还 感情也还挺稳定的 但是那会让他来 他就没来 说好了 我爸妈也等着他了 就也没上门 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觉得 他的母亲吧 就有点 看不起我那意思 你怎么知道 他母亲看不起你的意思 都没见过 就是 从话里话外能感觉到 然后后来有一次 就是 不是说去谈家吗 然后我就想 买点什么东西 然后跟他商量嘛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 也嚷嚷了一下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吐了嘴了 他说他妈给他介绍了一个相机 然后他去了 说是什么 为了堵他妈的嘴 然后我当时 我就说实话真挺生气的 那本来我也没有说真的想去啊 那就是因为我妈天天都在说 说 觉得这个 其实我妈对他吧 他对他这个人 觉得挺好的 但是家庭条件可能一般点 然后说他有个同事的儿子 条件还不错 说让我去聊聊 我一开始没搭理我妈这茬 你妈都没见过他 怎么知道他这人还挺好的 之前我爸是开车接我放学 我俩是一个学校的 顺路烧上了 我俩家离得也近 然后在车上聊聊天什么的 我爸觉得 我爸也正在讲解条件一半 就是说 我爸的意思是说 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我妈就不同意 说给我 让我去聊聊那个人 但是我一开始没同意 后来我也嫌烦 所以就 我就说那就家吧 你家了也没怎么聊天 可能约了一块吃个饭 就让我妈知道我俩见过面了 还行吧 就让他以后别再说了那意思 那你因为这个事不来 那我爸妈等着你呢 本来就对你不是很满意 这我怎么去 我当时我觉得我没法去 我觉得这个事太让我愤怒了 他说我不上街 我现在因为刚实习嘛 挣得的确是少 这个我承认 我俩学的一个专业嘛 干的工作也都差不多 然后呢 有一次呢 干过一个就是类似于 外包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活嘛 然后呢 我带着他一块去的 然后他当初 那个途中呢 我们正干着活呢 中午 然后吃完饭 然后接着干 他买咖啡去了 他买咖啡 其实也无所谓 但是他主要不跟人说 不跟人那个主办方说 直接就消失了人 然后人家问人去哪儿了呀 这上着班上着班 你怎么能走啊 我有啥可说的呀 那本来就是我 那本来就是我午饭时间 我回到工作的岗位上 那个路过 顺路我买了一杯咖啡 然后人家说 现在买的人多 让我等一会儿 那我就先回去了 过了十来分钟 我又下来拿来了 人家看见不乐意了 说我工作态度不认真 完了 那朋友第二回又给你介绍一个 那个出去拍的那个 工作 然后他说没时间 然后我就说那个 那让你女朋友去呗 我说行 那就我去 他朋友也同意 他也同意 就说我工作态度不认真 那老板不乐意了 说这女孩上回怎么怎么着 然后这回就 还是让那个男孩来吧 就还是他去了 我就不想让他去 我就觉得你说 人家都那么说我了 你还去上赶上 给人家干活 那你这不是委屈我的吗 不是 你上 出社会 出社会 你哪能不受委屈啊 我来一句啊 你们俩今天来到底要干嘛 这不是就想 看好他吗 想让他 看好的什么呀 有潜力 潜力在哪呢 想让老师帮助你们什么 改得了 那就 那就接着在一块儿 改不了那就拉倒呗 谁 谁改 他 他改什么 要求明确 清晰 上进点 上进点 还有吗 就是上进点 别太贪玩了 你给个客观多吃 客观 我觉得每个月 他自己 怎么着 得存个三千块钱吧 那他得挣多少钱啊 挣六千 不就能存三千吗 你少 少花点在摩托车上 不用 我要女朋友 我让他做选择啊 摩托车和女朋友 只能选一个 选 选女朋友 确定吗 确定 因为摩托车是 肯定吗 肯定 好了 把摩托车借了吧 回去就卖了吧 挣三千块钱就够了 不用养摩托车了 算上进吗 不算 那怎么算上进呢 所以你们的问题 是在他上不上进吗 你们的问题在哪儿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哎 小孩啊 对啊 两个人是因为 骑摩托车骑在一起的 结果 现在摩托车也骑不到一起了 恋爱也谈不到一起了 想法也想不到一起了 超传老师 其实告诉你们啊 你们两个人 并不是男生不上进的问题 是你们的爱出现了问题 因为你们两个人很显然 谁都想去支配谁 爱情 不是一个人去支配另一个人 当然 看一个人爱不爱一个人 就要去看他 是不是总向支配 你们都相互相支配 但是都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很简单 两个都是摩托车手 干脆俐落 熄火 停荡 分手 谢谢 谢谢方黄兄 方老师 分手吧 没有别的话想说 就是为什么跟你说分手 他想一出是一出 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 并不负责任的人 他对自己的原生家庭不负责任 对自己当下的状态不负责任 且不满 就是他会自己给自己 就是幻想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安全区 这个安全区是一定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 以及他能力的懈怠 还有这个社会的禁忌差异 你很快就会发现 他跟你不是一路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敏感且自私 为什么说他敏感呢 你没有发现就是 他很功 就是如果你做了什么事 让他不舒服 他一定会缓到你身上来 他第一次追你 你拒绝他 他已经对你下头的情况之下 他居然回来找你 你还理了他 说明你的套路和技巧 跟人家不在一个赛集知道吗 你现在上了什么 你现在有陪伴价值 有情绪价值 也许未来你还有物质价值 你的价值摆在这儿 他的价值在哪里 我只说你俩这一段情感关系中 我对你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你仔细想一想 你图什么呢 分手吧 没有别的话说 谢谢温老师 曲总 男生不是坚称啊 说真正爱情是一见钟情 对不对 对 这也是你奉承的 为什么他给你拒绝了 你还要再去找他呢 因为当时就是觉得 家离得也挺近 然后也挺有缘分 就当个朋友呗 然后呢 主要我们俩还在一个学校 我们学校工作室之类的 有工作的话 还能一起工作 所以 所以就是当时就想 如果走不到一起 就当个朋友 对啊 所以其实我并不感觉 你对这个女生 有多么的浓烈的爱意 你只是觉得这个女生很合适 我们在一个学校 然后一个工作室 然后拉进关系而已 所以后面的表现 就符合你的想法 你们一起去青岛旅游 你却整天都在看你的书 你压根没有跟他在一起 所谓在一起 你们的情感没有在一起 你说也说了 他不找你 你不找他的 所以对他真正不是一种爱啊 如果你爱的话 你情不自禁地想去了解他 想去讨好他 想去和他在一起互动 恋爱得谈呢 你没有 没有太多的沟通 就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冲突 导致你们分也分不开 是在一起也都过不好 就每天你们谈姿是什么 谈姿就是这个你错了 那个是你错了 在一起可能是争吵比快乐更多一些 但是彼此又分不开 很奇怪哦 所以这段感情 真的是一段爱情吗 我跟两位老师的意见一样 赶紧分开吧 谢谢曲工 林大老师 为什么大学期间非得见家长 非得谈婚论嫁呢 就仿佛好像我们毕业了以后 找不到工作我们就成个家 是吧 也不是可能觉得还是 觉得 大学不是应该好好学习吗 谈恋爱不是也应该自己悄悄进行吗 为什么大张旗鼓 我就不说你的那一些多余的什么爱好了 自己没钱还在那里一个月 搞那么多次倒摩托 越倒越穷啊小伙子 哈哈哈 居然你还说 在他身上 你觉得他是潜力骨 是吧 刚刚你说的时候 你都还自己忍不住笑了 我记得 说服不了自己个儿吧姑娘 但是你也觉得奇怪 这男孩不咋地 我怎么对他就这么上头 他追我的时候 我都没想答应 但我怎么就对他这么上头 纳闷过吧 我告诉你啊 一上来这小子 先追你 你没答应 他玩消失 消失了以后 你怅然了 我的追求者呢 我还为此有一点伤心 这是什么 我把你撩了一下 撩了一下了以后 我走了 你扭头看的时候我不在 然后他又出现了 出现了接着撩 这不就常用的推拉技术吗 把你推开再把你拉回来 就包括接下来的推拉 你说我们要去旅行 他说好的 你说我想拍照 一个镜头就够了 不 我要带三四个 要把你拍的美美的 近焦远焦都要弄 到了以后一张都不拍 先把你期待值掉到最大 然后却在那一天的时候 让你掉到冰点 你开始思考 为什么怎么了 ,我做错了什么 我不美吗 于是你开始对他 越来越上头 他约你出去 你想我一定要漂漂亮亮的 今天不能让男朋友失望 我也一定要让自己好看 我费了这么大的劲 男朋友告诉你不去了 又被推走了 你就这样被搞上头的 他就是一平凡的小子 啥都没有 你好歹还有一个 要存钱 要踏实本分 好好工作的心 你好歹还有一个 不奢侈浪费 不给父母添麻烦的心 你是好孩子 他不是 分 给两个小朋友弄懵了 但凡这个大学里面谈恋爱的 我一般都不愿意怎么问 就是我知道就是那个 特别青涩的人生阶段 你们就是特别青涩那个阶段 所以你想谈 你就接着跟他谈 男生做事专注一点 做事专注一点 谈恋爱也专注一点 我知道 这么年轻的世界是很大的 有恋爱 有摩托 有摄影 有朋友 对吧 你在一个更大的这个世界里面 你要想清楚 恋爱到底在这个世界里面 占多少 怎么去对待恋爱当中的女朋友 你该承担什么 承担你该承担的 我是觉得离分手就不远了嘛 因为很快 所以我也不是特别主张说 你们现在就强力的分开 但是结局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男生对你没有那么喜欢 就如果说 谁更喜欢多一些的话 女生喜欢男生更多一些 就是今天其实核心问题 特别简单 女生有对现实生活的需求 而男生都没有关照到 她在恋爱当中 她想要的情绪价值 你任何都提供不到 所以她现在说 你不上计 还想有未来对吧 想到早了一点 先把恋爱谈好 先了解这个人吧 更多的了解她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真情60秒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做的可能也不太好 没有过多去想你的感受吧 的确有时候有点想一出试一出 所以的确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多理解一下我吧 对于挺累的这个感受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两个人还是要多迁就和包容对方吧 才能走得更远 你的优点就是你有多少给我多少 这个我承认 但是在其他方面很少 所以我 说出来 再看看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加油吧 请回请回 Again 请回请回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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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说的话我太下头了 就是你到这个份上 他还要去对那个女生说 我希望你以后能多理解我一点 怎么没理解你啊 全世界都得理解你 我说这个女孩 但凡我说你还长点脑吧 就是如果脑子里全都不是 那种恋爱的水分的话 我就别出来 听着没有 别出来啊 千万别 齐总 男不出 女出 不是 事实 有可能第三次上演 第二次上演 就是推拉什么 尼娜老师 很有可能 从技术上这样操作到 还是可能的 能想象 行吧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 这个男孩这一次会出来 他会在这个观念时候 表现一下 你看就像我把兜里的 肛绷都给你了一样 来来来 咱们看看 他们是怎么选择的 来 请开门 来来来 咱们看看 他们是怎么选择的 来 请开门 在吗 姑娘 在吗 赶紧把门给我关上 关上 你说点什么 可能跟主任老师说的一样吧 还是因为 一点也不成熟 再加上年轻 其实一直 我原来一直不承认 自己不懂事 不懂这些之类的 但是后来听了主神老师 还有在座各位嘉宾老师的话 我觉得的确是 还是 还是什么都不懂 不是 你 你这不需要懂 就他 他没出来你心痛吗 肯定会 你失望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追呢 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方式吧 行吧 谢谢你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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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